中国广望的土地上一直都是黄种人的为主 但是却有这么一个地方 不仅人们肤色白皙 而且美女如云 这就是中国的塔县 那么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神奇的地方呢 说起塔县大家肯定都会比较陌生 但是如果说塔县其实是位于新疆的一个城市 相信很多人都会恍然大悟 新疆是出了名的美女多 像古列纳扎 迪丽热巴这样的一线女星 在新疆那是比比皆是 而且古列纳扎更是调侃自己的颜值 在新疆只能算是中等水平 塔县位于新疆的西北部 西面和帕米尔高原相邻 东面则有昆仑山脉为其遮风挡雨 可以说这是十分偏僻的地区 在中国公众还没有修到这里的时候 外界甚至都不知道 还有这么一个城市的存在 而且这个塔县的四面 还分别与四个不同的国家接壤 分别是西边与阿富汗相连 东部与叶城 刹车县相接 而北面则与阿桃克县接壤 正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才铸就了县如今 塔县独特的人文景观 塔县是一个不大的城市 全年常住人口也只有四万多人 但是这里主要的少数民族是塔吉克族 而他们也是我国唯一的白种民族 而塔吉克族作为我国唯一的白种皮肤的民族 民族的女性自然也就撑起了 整个塔吉克族的颜值担当 而且这些美女各个都有着欧洲的风格 深邃的眼睛和高挺的鼻梁 同时五官也非常的立体 可以说随便找出一名当地女性 都能迷倒一大片的人 塔县的塔吉克族 是我国唯一的白色人种 这个地方美女如云 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但是即便如此当地人也不会和外族通婚 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塔吉克族的由来的 其实塔吉克族历史相当悠久 根据相关古迹记载 族员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世纪左右 而他们的先祖很有可能就是阿姆河上 由居住的巴里特里亚人 而现如今塔吉克族主体主要分布在中亚地区 其中分布较为广泛的是塔吉克斯坦 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和地区 那么这时有人可能就会问了 中国新疆这一支部落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这跟早期塔吉克人的天性 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塔吉克人非常的勇敢 而且富有探索精神 同时期的早期的塔吉克人 主要来自于俄罗斯地区 也就是说现在的塔吉克人 其实是很久以前是俄罗斯人的后裔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他们身上的那股子猛进 这一点跟现在的战斗民族俄罗斯就很像 但是现在俄罗斯早就不像以前那么封闭了 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在俄罗斯安家罗户 而这也就导致了俄罗斯本土的纯种俄罗斯民族的数量大幅减少 所以新疆塔县的这支少数民族 则担任起了将民族血统延续下去的重任 为了保证后代血统的纯正 他们这才不得已不和外族通婚 中国新疆塔县是中国唯一一支白种皮肤的民族 而且当地可谓美女入云 但是为了保证血统纯正 当地人不会和外族通婚 那么未来塔县会如何发展呢 其实DNA必须不断和外来不同的DNA相结合之后 后代才会越来越好 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才会越来越好 但是他现在塔吉克族为了保证血统纯正 不愿意和外族通婚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DNA的创新 而这也是不利于种族的发展的 所以我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下 这并不表示这个民族是完全封闭的 相反 随着国家的发展 这个地区和外界的交往反倒会越来越多 而之后当地人的思想也会因为外来文化的介入 而发生一些改变 不允许和外族人通婚的规定 也可能会被废除 毕竟未来是人类共同体的时代 当然他们也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种族的延续 那就是和其他的塔吉克族人通婚 这样一来既能保证民族血统的纯正 同时也能促进民族的发展 而这其中最好的选择就是俄罗斯人和中亚地区的民族 他们本就是同根同源 当然虽然他们的祖先是俄罗斯人 但是现在他们是完完全全的中国公民 是中国56个民族不能舍弃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也相信 在国家的带领下 塔吉克族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